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风尘秀吉 我是Yoshi 虽然说比特币的价钱 在今年年底 并没有到达大家所预期的 10万的一个关卡 但是比特币的价格 似乎在5万这个支撑点附近 却也是相当的稳定 那在接下来的2022年 除了比特币跟以太币之外 其他我个人认为 会比较有潜力的一些project 大概是哪些呢 第一个不意外的就是 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看好的PolkaDOT 当然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PolkaDOT最近的PairChain 已经正式的上架 特别是PolkaDOT在第一轮的众筹里面 确实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向 虽然说Akara Network当初是 获得第一个插槽的项目 但是如果以真正获得的 投资金额来看的话 Moonbeam所众筹到的金额 相对的还是比Akara Network 多了一些 同时我们从众筹的投资者的数量 就可以看得出来 Moonbeam相对于的比Akara Network 大部分投资者所分散的比例 是相对于比较平均的 不过不管如何针对PolkaDOT 他们第一阶段的众筹 就可以获到非常大的回响 对整个PolkaDOT的区块链网络来说 也是非常乐见的一个情况 那最近也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的众筹 在这次的众筹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看到里面也有 我之前跟大家推荐的Centrifuge 这个project 虽然说众筹的参与程度 并没有第一阶段来得多 但是以第一名的Infinity来看的话 目前众筹的总金额 大概也高达了216个Million 所以对一些主流的一些项目来说的话 在PolkaDOT上面所获得的回响 还是相当的高的 所以从这里就会看得出来 其实在PolkaDOT的生态链网络上面 所发展的各个项目 相对于都是一些比较成熟的项目 所以当他们真正开始 在PolkaDOT的网络上面运行的时候 他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还有扩张性 也将会是非常可观的 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 之后每一次众筹的时间点 其实都已经定下来了 所以主要是在PolkaDOT网络上面的 这些项目 能够依序的稳定上架的话 对接下来2022年PolkaDOT 整个生态网络的一个发展 将会对整个区块链网络 带来一定的影响 再来我个人相当看好了一个project 也是之前我跟大家提到 蛮多次的一个project 就是EnergyWeb 除了之前跟大家提到的Tesla 他们在澳洲 已经透过了电网的分享 来去架设一些能源分散的电流网 那就在今年12月8号的时候 Tesla跟AutoBeater 他们正式的发表声明 会在澳洲的Quinsland上面 发展他们共同所做的电池项目 那大家如果还记得AutoBeater 他们后面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使用者跟投资者 其实就是EnergyWeb 所以其实间接的就可以再次的证实 Tesla确实跟EnergyWeb 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是有合作的关系 再加上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EnergyWeb 将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开始在美国加州特定的地区 使用EnergyWeb这个去中心化的电力的运输系统 来去减少一些能源的浪费 达到能源费更有效利用的一个目标 所以只要在能源的议题上面能持续发酵的话 我估计EnergyWeb在2022年也会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发展 再来当然就是最近非常火热的 元宇宙的一些概念的加密货币 那其中市场上最著名的两个 第一个就是Decentraland 那在今天Decentraland跟UNXD他们发表声明 将会一起主持元宇宙的流行周 这个架设在PolygonMatic上面的 专门做一些奢侈品买卖的UNXD 和架设在Etheron网络上的Decentraland 将在今年3月的时候一起架设一个快闪电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在于元宇宙世界里面流行的商品 还有一些限量的服饰或是NFT的收藏品 但这也是继Sandbox跟爱迪达合作之后 在流行服饰产业上面 相当令人注目的一个发表会 所以当然除了Decentraland之外 当然Sandbox也一定是另外一个 在2022年将会发展相当不错的 一个元宇宙概念的project 因为这两个元宇宙的开潮元老 他们已经在这个市场上面 就已经居于一个领先地位 同时他们也因为最近元宇宙上面土地买卖 一直屡创天价的一个情况 让一些只要刚加入到元宇宙或是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些新手 相对于的是比较容易而且直接可以入手投资的一些项目 所以这两个project在2022年我个人也相对于的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再来我个人看好了几个project 就跟我之前跟大家介绍有关一些移动的区块链科技 是相当有关的 那在最近Mobi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移动的区块链组织的网络 他们发表了一个新的概念 这个新的概念就叫做the new economy of movement 也就是代表说移动性科技将会开创一个新的纪元 在这个全新的一个经济市场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架构 就是我们上礼拜跟大家提到的DID的这个概念 就是decentralized identifier的缩写 就是大家俗称的自我凭证 那在整个去中心化的一个系统里面 DID通常是整合在一个数位辨识系统里面 透过最近大家常常讨论到的Web3 来去有效管理 并且分享在移动资料上面的一些数据 还有一些资讯等等的 那大家如果还记得在Mobi的网络里面 除了Block Smooth以外 还有Fetch AI 然后还有Ocean Protocol New Cypher Loopering Quant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Seven的组织 他们目前在运用的一个企业的平台 就是运用到Unibrand UBT他们的Provide的这个平台 所以我个人其实对移动数位科技 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另外我们刚讲到了自主身份的部分 也是我上礼拜跟大家提到的一个Project 就是RWIF 这个专门做资料储存的一个系统 将一定也是未来 不管是Web3 或是移动科技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今天在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跨链的Project 这个Project叫做Mover Network 虽然说这个Mover Network在目前来说 还没有正式的上架 但是却已经受到市场上面非常高的一个关注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Project是少数在市场上面 融入了基本上所有的组网 还包括了Ethereum的Layer 2的一些网络 从他们的logo大家可以看到出了Ethereum以外 还有Optimism 还有ZK Sync Polkadot Avalanche Polygon Fenton 这些目前在市场上非常主流的一些网络 所以如果今天在转换的时候 能刚好在市场上碰到一些也需要同时转换的人 这套系统可以其实基本上可以让你们所需要的货币来去做一个互相交换的一个动作 其中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瓦斯费 同时也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P2P的这个例子 其实是这个Project我个人认为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简单来说如果你今天是在Ethereum网络上面 你想要将你手上的Ethereum跨桥到ZK Sync上面 同时间这个时候也有另外一个人 他想要将它在ZK Sync上面的Ethereum 转到Ethereum的主网上面的话 这个时候透过Mover Network 他们基本上就像是一个交易所 直接让你们两个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兑换的动作 达到各取所需的一个情况 以这样子去操作的一个方式的话 不但可以节省非常多一个跨链 或是需要跨桥梁的一个动作 来去完成他们的转换 相对于来说对使用者就可以节省非常多的瓦斯费 同时也可以节省相当多的一个时间 那他们目前还在进行一个Alpha的测试 测试完之后他们就会进行一个审查 目前在主网上面的审查 基本上都是已经完成 那其实有关跨链网络的这些项目 也是我个人在2022年相当看好的一些Project 那当然大家也不要忘记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跨链的Project像是Rubik 也都值得大家长期的来去给他们注意一下 那我们今天先来到这啰 如果喜欢我Content的朋友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的小铃铛 那如果对我的Content有任何comment的朋友 也麻烦帮我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今天先来到这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